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 这期节目当中呢,咱还得说爱国主义 有些网友说,哎,涛哥,你分一点国内政局绝对好听 爱国主义算了,你那分析的咱不太认可 其实我自己看法呢,是比较,我们因为这个时间段里面造成了我们触及这个问题比较少 相应的事情也没再发生 其实呢,我提到爱国主义一个明确的讲法 我们生活在这个土地上,我们是黄肤色,黑头发 我们永远就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骨髓永远都跟中华文化是一体的 如果没有中华文化的这种根地,内在的精髓,来支持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讲 比如说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什么都不是 为什么?这是任何一个人应该有为他自己的文化 为他自己成为今天中国人而骄傲 其实同样的道理,美国人有他自己的骄傲,英国人有他自己的骄傲 每一个人今天成为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 有他的来处,有他的根源 你的生命跟他是渊源流长的 所以这是真正的骄傲,对不对? 这是一个从我个人有限的知识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的我的爱国主义,我的爱国的概念 就是拥有热爱,用自己的一切去拥抱这份文化 这一份传统 而不是共产党的国家,而不是共产党本身 大家要弄明白 美国之音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北韩扣押渔民激怒中国公众》 在这篇文章里他是这么讲的 中共媒体对获释民众的采访表明 三名中国船只是在中国海域里被朝鲜炮艇劫持的 那船上的渔民用不堪回首来形容他们过去13天里面的经历 他们说他们被关在狭小的船舱里 受到殴打,不让说话 每天只有一顿米饭或者西州吃 船上设备被破坏了 物资被抢劫一空 那我看到的概念呢 说这些渔民呢 本身呢 被抢劫呢 只剩下一条内裤 其他的都被抢走了 那文章紧接着他就提到 网上的一些网民的说法 他讲说 前些日子 由于黄岩岛事件 而对菲律宾政府义愤填拥的中国民众 现在又被朝鲜人的恶行激怒了 正像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那他那样的评数 就是手榴弹 炸毛坑 激起民粪 这个民粪是老百姓的整体的愤怒 这里我就是想提到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在对待同等的事情的时候 中共的宣传策略是这么来讲的 这个时候他就不提到爱国主义了 他就不会说 咱干脆为了这我们中国人的尊严 跟朝鲜开兵建杖 再一次渡过鸭鲁江湖就得了 没这词吧 也没这屁吧 没这话吧 什么都没有吧 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提到的 爱国主义是维护他们体制的工具 今天独裁的共产党的体制的官员 握有权力的官员 他们需要朝鲜金三 继续他的独裁体制 来验证来佐证今天共产党几大家族 来统治今天中国的合法性 所以他一定会出卖老百姓 老百姓是他们手里的玩具 打工的 按照太子党的说法 打工的 给人家赚钱的 我们今天能吃饭 是为了我们能够继续给人家干活 让人家发财 人家是以国家的名义发财 所以正是我刚才提到 手榴弹炸盲坑激起民愤的事情 中国长城抗战网总编辑叫做贾元良 他自己在网站上是这么说的 朝鲜方面 不顾中朝两国血和泪建立起来的中朝友谊 这词多别扭 悍然越过中朝边界 把我国渔民和渔船用武力强行劫持到朝方 我感到非常气愤 中国在这个事情上至今没有提出一个严正声明 我感到深深不解 那要是啥不解的 我都跟您说清楚了 他需要金三这样的共同的体制 来给自己证明今天共产党在大陆是合法的 而金三在这个体制上走的最绝对 所以在中国是几大家族 在朝鲜就是金三他们一家 所以在金三吃准了你 共产党拿他没招 所以底下的炮建能够抢点钱就抢点钱 能够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就是今天现金的场面 回过头来我们说了朝鲜了 我觉得没什么可说 就这么点事 咱们再看看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 那网上有另外一篇文章呢 反映出呢老百姓在这个事情上呢 越来越清晰了 法广这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中非黄岩岛之间的对峙呢 中共官方讲主权 而网民讲人权 实际这是5月17号 在青岛都市报官方微博上发出了一个帖子 当时是这么讲的 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黄岩岛属于谁的 属于菲律宾和属于中国真的有区别吗 特别是对于一个屁民来说 当年香港回归的时候 我老激动了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发觉朝鲜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那黄岩岛也是同理 别和我讲什么主权 要先谈人权 这样好半点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这就是这篇文章 首先引用的 这是在青岛都市报17号官方的微博上说的 过了一两天 他的帖子被删掉了 结果呢 青岛都市报在微博上呢 紧接着针对删天的 又回应是这么说的 其实你删了我的微博 黄岩岛下面埋的还是石油 不是茅胎 这个仗依然是打不起来的 你删了我的微博 金塞纳斯还是不把你放在眼里面 我们炎黄子孙兼屁民的利益 我们依然保护不好 说的非常直接 面对的到底是人权和主权的问题 其实这个我们提到过 人权和主权的关系 今天共产党的独裁体制 是牺牲我们老百姓的基本的生命和权益 来保护主权 我们没弄清对主权是谁 今天看明白了 主权就是共产党最高层的几大家族 他们所拥有的这个体制 这个国家 而作为真正的主权 一个国家的主权 是应该服务于 保护那些生活在 这拥有这片主权的土地上的 普通的人 而并不是共产党说的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 这普通的人 必须牺牲他们的人权 他们基本的生命 去保护那所谓的主权 另外一个词呢 我为什么讲说 作为国家来讲 就像这期节目我开篇提到 作为我 我个人作为中华子孙 我为我的文化历史 整个它的内涵而骄傲 我永远不会改变的 但我绝不接受共产党所营造的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 和所谓的说法 那个本身是不合法性的 是附体在我们中国人身上 是靠杀我们的人 喝我们的血 染红他们的旗 而今天确立的 给我们内心营造的恐惧 而确立的所谓的主权 一个国家的大与小 这个主权的拥有 它的一切的一切 要服务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它真正的传统是文化的根 内涵的精髓 而不是把爱国主义当成工具 来维护你当官的利益 而老百姓我们本身呢 生活在这个氛围当中 我们太难分辨这个区别了 这是我们的悲哀 文章写的很长的 他首先提到的说呢 在黄岩岛这件事情上呢 中国政府有一个进步 进步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网上讨论 所以有习有优 他说不像原来的 根本讨论不了 有人认可 有人不认可 我们现在可以在网上讨论 他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地方 那我相信可以讨论的话呢 像上面的 包括青岛 独视报本身敢这么去说的话呢 在今天来讲 多少也确实是个突破 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钓鱼岛和黄岩岛 究竟是属于哪国领土 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 我觉得这个国家是不是独立的 这个国家是不是归为我们国家所有 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讨论 那如果真正能够站得住脚的话 换个角度说吧 玩了命的都往美国跑 对吧 美国没有玩了命的往这儿跑 不就得了 你今天把祖国 把今天中国的土地上 建立的跟美国一样 人不就玩命都跟你跑 不就完了吗 多简单的事 咬着后糙牙 编着瞎话 骗大家伙 你让我说就这么点事 就这么点事 自己都趴在地上 就是说自己都趴在地上 苟且偷生的 牛脸说 我祖国要强大 祖国你要这样的国度 这样的政权要强大的话 你不是坑人害别人吗 你自己都趴地上了 你那么这个东西要强大的话 不会让更多的人像你一样趴在地上 苟且偷生 而没有人的尊严吗 所以从做人的角度来讲 这是值得考虑的 所以您要说不同意石头的观点 没问题 咱这属于YP爱国主义 YP共产党的爱国主义 同意不同意 随您 我们是个看法 这个看法的基点 一个人应该生活是有尊严的 任何一个政体 他的主权也好 这也好 那也好 他应该是服务于人的 而不是拥有这个政权的权利者 要求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用自己的血去保护他的主权 但是他所说的主权 是被这些具体的统治者所控制着 这就是邪恶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